發現塵射在台北龍山寺地下室的女廁裏 9月29日下午 清潔工人到地下室清潔時 有一格車格打不開 呼叫後沒有人應 於是就找保安開門 發現一名女子在裡面 當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我想問一下附近有沒有其他靈體 這樣就浮在魚塘上面 靈魂盒子自己開了 自己開了靈魂盒子 Hello 大家好 我是盧帝秀電路 大家看看我身後就知道 我今天去一間廟 這間廟有什麼特別呢 這間廟是在台灣的台北 是萬華區的一間廬山寺 裡面曾經有兩宗離奇的命案 其中一宗就是在去年9月份 有位香港的女士 在這間廟的地下室的女廁 沉思在裡面 自殺身亡了 找到兩個字條 其中一個字條 請問嘗試與靈界接觸 竟然在他的遺書上寫了這樣的字眼 這些答案也很離奇 在進去之前 再回顧一下這宗新聞 台灣的傳聞報道 有名由香港到台灣讀書的女學生 被發現塵塞在台北的龍山寺地下室的女廁 9月29日下午 清潔工人到地下室清潔時 有一格車格打不開 呼叫後沒有人應 於是就找到保安開門 發現一名女子在裡面 當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綜合的台灣傳聞報道 警察到場之後 在死者的袋裡發現兩張字條 一張寫著 對不起 麻煩你了 要清潔很麻煩 第二張是 對不起 原諒我請不要隨便跟靈界的人溝通 事件經報道後 引起廣泛討論 警方發查給路電視後發現 女子當天是讀字入字 看來事件並沒有可疑 警方查出死者是2年19歲姓中女士 就讀台灣某科技大學 早前警方指出 背包裡找到證件 因為現場沒有打鬥和外力介入的跡象 已經初步排除他殺的可能 根據本地傳媒向女寫者家屬查詢 女兒在8月底到台灣開學 其中有一段時間合入精神困擾 曾經向母親提及 撞到一些東西 不開心 另外有一次女兒在外借酒店房間 就曾經跟母親有一小時的視像通話 對話中提及 房間裏有另一個人 當時母親不以為意 以為女兒出外散心 所以跟朋友同行 但其後翻查酒店資料顯示 事主當日獨自Check-in 並沒有其他人同行 女兒的精神狀況每放月下 曾經在宿舍裡作出自然治癒詭異的舉動 根據台灣警方公開字幕的CCTV中可見 性中的女寫者有兩度進入地下室的女廁經歷 首次進入女廁停留20分鐘後出來 之後相隔25分鐘後再次進入女廁 當女事主第一次由女廁出來時 便一隻跪在表堂不斷投擇聖杯 情緒亦逐漸面向崩潰 後來女流滿面 再次排入女廁 便再沒有出過來了 最終讓成悲劇 大家都知道這宗案情是怎樣 現在立刻進入龍山寺 最後都會用靈魂盒子 嘗試跟這裡的死者 鍾小姐 看看她有沒有需要什麼幫助 進入龍山寺 其實左邊就是個布 右邊都是魚堂 而右邊的魚堂 其實也是發生了另一班離奇命案 就是在11年前 一位姓張的女士 接到這個魚堂 到第二天才被人發現 她就浮在這個魚堂上 究竟姓張的女士 11年前在這裡過世 今時今日 她還在這裡嗎 我們可以嘗試用火柴人去看看 這個龍山寺出名是拜越老的 求恩元都會來這裡 除了越老之外 有很多不同的神明 不說那麼多 現在看看這間寺廟是怎樣的 寺廟進去 就有個很大的地方 就是被人消遣 和廳經的用途 寺廟就有方為前電 大電和後電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 進去是完全沒有香火的 因為在2020年3月開始 全面禁止 拿香來拜祭的了 經過這條走廊之後 就是後電的位置 就有三電兩廳 當中也都有華陀廳 文昌帝君殿 和最多人來到求恩元的越老廳 好,來看見 好,來看見 我想找些沙姐的再拿蓮 好,來看見 後面是這個 好,來看見 原來在這裡可以拿聖杯 求恩元 現在我們在越魯廟 剛剛走了一圈 除了越魯之外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的神明 也有華佗 華佗即是以前的神醫 Anyway 現在就去一去事發的地點 就是位於地下室的女廁 但女廁我就進不了 我就在門口拍一拍給大家看看 嘗嘗坐在女廁門口 超瘋的靈魂盒子自己開了 自己開了靈魂盒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按了按鈕 我想問一下這裡 我想問一下這裡是不是有位姓鐘的女士 在女廁過了身 如果是的可以回應一下 我知道你是香港人應該會聽廣東話 前溫女齋嗎 你是姓鐘還是生間女生嗎 前溫女齋坐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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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你是否在這自殺過了身 想問你是否在這裡 想問中女士在這裡嗎 想問中女士在不這裡 聽不清楚 那你講慢的,這部的龍玩客主要跟你溝通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你要自殺呢? 有沒有事需要我幫忙? 想問有沒有事可以我幫到你的 好尷尬,因為這裡站在外面很多人 其實都不是很多人,但有人看著我,很奇怪 剛才用了另一盒子一段時間 但不知道能否聞到東西,因為聽得不清楚 因為我不可以很大聲地聽 或者我可以試試去遠一點 出門公園,靜一點的位置 再試試跟這位社者溝通 我在這裡跟這位社者說 如果你有需要幫忙的話 可以跟我出去這個寺廟外面的一個靜寺地方 我嘗試再用另一盒子和你們溝通 好嗎? 我現在就離開這個寺廟 這裡是廟的另一邊的行 沒有那麼多人 周圍環境比較安靜一點 我可以專心一點在這裡 嘗試再跟鍾小姐溝通一下 前溝醫生有否從山間大還是鍾小姐做個子 我想問鍾小姐在哪裡 你是不是有事需要我幫忙 我能不能幫到你 我想問一下附近有沒有其他靈體 有什麼好鬆點 我想問一下 在香港那位在這裡自殺位女士 鍾小姐是不是在這裡 他是不是在這裡 他不是在這裡 他不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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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剛才在洗手間門口 沒有那麼多雜音 到這裡就比較吵 我真的不喜歡聽普通話 聽不得很清 可能要回去再後期 拉慢一點來聽 好了 那影片就到這裡 雖然我不是說用很多靈探工具 去嘗試接觸這位中女士 只是用了另外盒子 因為這裡是寺廟的關係 我又不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工具 進去寺廟 因為表示大家都要尊重 因為這裡是神靈的地方 今天主要的目的是 知道這宗新聞 因為他是香港人 因為一些可能探靈的事件 可能惹到靈體上身 最後就自殺身亡了 為什麼我會突然來到這裡 再找回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有些新同感受 因為其實我 其實也是一個靈探的人士 我明白 嘗試接觸靈界是很危險的 但我都希望嘗試了解一下 究竟靈體是什麼 靈體究竟是怎樣的存在 絕對沒有一個冒犯的意思 可能當中有冒犯到靈體們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因為其實我不是有心冒犯你 只是嘗試去理解 究竟你們的存在是 一些什麼的能量 今天最後未必可以幫到中小姐 甚至未必可以跟她溝通 但是 希望 中小姐早日安息 明白 呼籲大家 接觸靈體是真的很危險 這些高探靈的行為 即是大家簽了一部訪 好 喜歡這部影片的 記得按照我的頻道 我是盧地 首先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